台东立委选战绿营内部分裂 刘兆豪处选战被后托党参选票数分散 最终被蓝营拿下席次 而在华联县则有傅昆奇成功连任 在经过这么多的仗奇之后 我们顺利的冲破难关 能够再一次的抬头挺胸 而宜兰先任立委陈欧珀卷入暗闭案件 以民进党信任陈俊宇临为寿命参选 成功守住绿营在宜兰喜次 因为我们这次空前的建设的跪点 我们给大家听笑 在国际之后 足够 已经来动算 连一投国民党籍黄军庭败选 则显得相对落寞 谢谢大家 这里会继续向前走 永远感谢国民党 谢谢 今天是给大家赞加固 谢谢 基隆选战民进党先前提名议员张炳军参选 却被爆出涉嫌诈领助理费 派出郑文庭上场 仍不敌国民党林佩祥 我们期待的是未来 基隆要从中央 获得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权限 来改变我们的城市 票数一路领先和对手拉开差距 成功翻转 让基隆市立委席次绿地变蓝天 另外再离到澎湖 金门和连江立委 全联任成功 体会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